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史查谈 中国古代历史横跨了几千年的时间 涵盖了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建立 到公元前221年的秦朝统一中国的时期 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朝代 各个朝代出现过很多皇帝 其中不乏一些英明的君王 有雄才伟劣的汉朝汉武帝 有唐朝的千古异地李世明 但也出现很多残暴不仁 好色淫乱,奇葩变态的君王 比如烽火系诸侯的夏节 创立袍落之行的商周王帝行 但我们今天要聊的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离谱的王朝 曾在中国历史上圣极一时 仅存在了28年历经了六位皇帝 这几个皇帝一个比一个变态 一个比一个禽兽 要么能文能武又荒淫残暴 他们属于典型的变态加天才 加偏执狂加妄想症 加精神分裂加美貌 加荒淫残暴的家族 这还不算就连后宫的皇后和皇太后 最后也沦为娼妓 这个朝代就是历史上 呵呵有名的高氏家族建立的 北齐王朝 北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朝代 东魏全城高欢死后 长子高成继专位政 高成准备篡位时 被手下刺杀 他的弟弟高阳代替他上了位 上位后很快就废掉东魏孝敬帝 于公元550年称帝 在叶城建立北齐政权 第一位皇帝是文宣帝高阳 第二位齐废帝高阴 第三位孝昭帝高炎 第四位武成帝高战 第五位齐后主高尾 最后一位齐右主高横 北齐皇族是先卑族人本不姓高 为了向汉族规划所以改了高姓 北齐的核心主要为六镇流明及关东士族 将欲占有金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以及苏北 完备的广阔地区 先说高欢 他早年就是地痞无赖 后来在乱世建功 成为一方霸主 是个典型的乱世奸雄 他篡夺北魏十全 后北魏被瓜分为东魏和西魏 会乱后宫霸占皇族女性 高欢的最大嗜好 就是夺取他人之妻女 尤其是东魏朱帝王的皇后 与王妃都成了他夺取的对象 高欢先后那娶尔朱戎之女 魏庄帝之皇后 尔朱赵之女建明帝之皇后 郑大车魏广平王妃 冯氏任成王妃 李氏承阳王妃 这些都是魏朝的宗氏王妃 高欢找旦全收 高欢死后 他的儿子高称少年时代 便与自己的树母郑大车 他父亲的妃子思通 后来又霸占了几位有夫之妇 著名的如圆鱼姨姐妹 最后又娶如如公主 他父亲的妻子 高承应称是为母儿共生一女 他嫌疾无聊之时 还将自己家宗室的全部女人 居于宫中 要他们脱光衣服 然后叫他的宠臣 去兼营这些女人 他则端坐高台居上 左拥右抱 命令他们美人 必须玩一种花样 动作歧义者 急于中将 否则就地处死 再说高杨也称疯子皇帝 他废掉东魏 建立了北齐王朝 早年英明深舞 举贤任能 后期 世久喜怒无常 时常赤身裸体 或者穿着女人的衣服 把脸上涂满胭脂 披散着头发 在大街上游荡 往夫人堆里扎 看见貌美的 直接就在原地侮辱 或四床名宅 在人家家里 直接监污 他喜欢一个薛姓歌姬 将他纳入后宫 封为贵人 有一次 两人正在恩爱高杨 忽然想到 薛氏曾经与高月 有过暧昧 因此心中大怒 便砍下薛贵人的头颅 并且将头颅抱在 怀中外出赴宴 宴会上众人饮宴正欢 他忽然将 怀中人头 扔在桌上 众宾客无不变色 酒醒后 他竟然变态的命人 将薛氏之姐 并将他的骨头 做成枇杷 一边弹枇杷 一边吟唱 家人在南德 宛若癫狂的魔鬼 高杨还曾殴打 自己的母亲 楼太后 残杀北魏皇族后裔 七百多人 连婴儿也不放过 高杨还霸占 自己的小姨子 为了霸占这个女人 他杀死了 小姨子的丈夫 高杨后来 因为沉溺酒色 而死亡年三十四岁 第二位口吃皇帝 高英 高英原本没有口吃 但高杨当皇帝时 却认为他特别软弱 甚至说 他像南朝的汉人 为了让他变得勇敢 高杨带他去监狱杀人 然而高英本来就胆小 连杀鸡都不敢 他颤抖着手持刀 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高杨非常生气 极度愤怒 叫随从拿鞭子过来 命令高英 每十秒杀一人 否则就会挨鞭子抽打 这一刻 高英吓得贪作在地 竟然开始口吃了 还有一次 高杨在大殿上杀人后 竟然要求大臣们 分食尸体 当肉分到高英时 被惊吓到了 之后 他开始精神不正常了 不到一年时间 高英就被叔叔高眼掐死 第三位高眼 作为北齐历史上 短命的第三位皇帝 与其他君王相比 他在某种程度上 算得上是相对正常的 然而 他谋害君主 篡夺了位子 尽管他在位期间 对政务颇为留心 但在掐死侄子高英之后 他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 逐渐陷入了精神错乱 尽管请来驱轨之人 使他的心情 稍微放松了些许 然而在交友打猎的路上 一只兔子的惊吓 使他从马上重重摔下 不久之后 他便去世了 第四位无赖皇帝 高占即位之后 逼见高阳的皇后李氏 若不依从 则扬言杀害李氏之子高少德 结果李氏被迫怀孕而生一女 高占后来 还是是当着李氏之面 残杀高少德 并曝光李氏的衣裳 而鞭榻出气 在玩弄过后 让其出家为泥 高占后来又纳了王室 高阳之嫔妃 彭乐女 几人相女 接高阳未策李氏妃 接力为夫人 他接过皇位后 迅速杀掉了 和他争权的几个王爷 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高占不顾后宫的 胡皇后与僧人的私通 滥杀朝廷命官 再为四年后 他传位给太子高伟 并自称太上皇帝 专心追求享乐和纵情酒色 最终他因过度沉迷于酒色 而去世年仅32岁 第五位无仇天子 高伟 公元565年 高占禅为于太子高伟 做起了太上皇 年仅10岁的高伟即位 高伟无学无术 昏暴赦迷 他承袭了家族的荒淫传统 并将其发扬光大 全免于荒唐的事物 高伟登基后 不关心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 和百姓的苦难 他认为作为皇帝 应该像他的父亲一样 只顾玩乐 从不参加朝政 那些劝谏他的大臣 要么被罢官 要么被杀害 他喜欢赐予官职 将宫女 太监和奴婢 都分为官员 并赐予爵位 甚至连他的宠物 马合姬也被封绝 他特别喜欢虐待人 下令全程抓捕蝎子 然后让几名宫女 脱光衣服 赤身进入装满蝎子的大盆中 他欣赏着宫女们 被蝎子折咬的惨状 痛苦的身影让他拍手较好 此外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他上朝时 常常带着他的宠妃冯小莲 一边听下面的大臣上成奏折 一边与宠妃纵情声色 而他觉得这还不够刺激时 曾在朝堂上 要求冯小莲脱下衣服 让百官一同欣赏 然而 观看并非免费 他会在门口收取观看费 公元577年 因为面对越战越勇的北州大军 想学习父亲高战那样 匆匆善让位于年仅八岁的幼主高衡 当起了太上皇 公元577年底 北州大军攻破了夜城 并俘虏了高伟父子 历史上最变态的王朝 北齐宣高灭亡 公元578年 高伟和幼帝高衡被嘴里塞满辣椒 活活辣死在监牢 告示其余亲属被流放到西部沙漠 无一生还 这就是这个短命变态王朝的 短短28年荒唐的历程 这个家族也随着这个王朝 归入了尘土 在说回胡太后 也使传闻 北州灭其后 周五帝与文雍为了彰显自己人德 将后宫女眷遣送至民间 胡太后当时年方四十有余 正是风雨有存的年纪 被遣送之后 她在长安城里开了监纪院 同高位的皇后一同接客 她喜不自身之下 竟然说出了 为后不如为昌 更饶乐趣这种话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也使无从考证 我也是抱着深刻怀疑的态度 但对于北齐王朝 荒唐隐晖的事迹 北齐书 北史资质通鉴 都有详细的记载 北齐书 北齐书和北史都属于二十四史之中 都是正史 并且作者都是唐朝人 跟北齐没有利益关联 更没有抹黑的必要 纵看北齐历史 让我陷入沉思 封建王朝的荣光与衰败 除了政治措施以外 更重要的是 统治者的道德品质 和个人自我成长 只有在个人修养 与智力实践 相结合的基础上 一个王朝 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为国家和人民 带来真正的繁荣和进步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 所说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内核吧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一起探讨 谢谢您的观看 请麻烦给我一个订阅和点赞